《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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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名字往往反映出前人對該區的觀察 可以是形狀、人類活動 或自然地貌等 香港擁有三千多種植物 如果細心留意 有不少地名都是由植物組成 例如港島的蘇港舖 和旺角的西洋菜街等等 這些地名都讓我們一探城市發展前的自然環境 而香港的名字 亦同一種本地植物色色相關 牙香樹是本地的常綠樹種 亦都被稱作為土沉香 當沉香樹受到破壞 和傷口受真菌感染的時候 會分泌一種有強烈香味的樹枝作為防衛 情況就好像人類受傷之後會流血和結痂 他們曾經常見於香港較成熟的樹林 例如新界村落周邊的風水林 而香港的名字 除了源於昔日運輸尋香木 坊間其實還有幾個說法 香港這個名字有幾個傳說 第一個傳說是以前在香港的範圍裡 有一個海盜叫做香菇 因為它是在這個海域裡出沒 專地懦劫浪跷出入的船隻和遺民 所以有一個叫香港的スher 因為香菇在這港口 而因為的港口 认为有一个女海盗叫香菇 再加上海盗作为一个地方名 始终不理想 一般人都不会用这个名称 来命名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个说法并不成立 另一个说法 就跟我身后的《欧阳金报》有关 因为这个位置在香港仔 它对出的西南海域 就是以前海上贸易的过程 所以船隻进入中国 它必定要经过这个水域 因为在航程里 它们没有办法能够拿到食水 所以当它们看到海湾里 有一个天然的溪水的时候 大部分的船隻都会在这里上岸取水 船上的船民 他们拿到水之后 觉得这里的水是清甜 所以就叫这个地方做《欧阳金报》 不过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 认为欧阳金报应该不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应该也是不合理的这个说法 那香港为什么叫做香港呢 当中最有说服力的说法 是与香品运输有关 关于香港这个名字 其实早在在明朝的粤大记 已经是有出现的了 这个位置大概就是我们 现在的香港仔与鸭尼洲之间的港口 因为在这个地方 在明代的时候 已经是有一个香叶的运输工作 在东莞里面 将一些香品运输到香港的尖沙咀 然后再运输小船 送到我们现在 大概是香港仔与鸭尼洲之间的空间里面 转换成其他的大船 离开香港的范围 所以这个地方 实在是一个混乡的港口 经过历史的考证 在今天黄竹坑 还有一个香港遗的遗迹 相信这个就是香港最初的原点 香港本身的气候 水土都很适合种香树 尤其是土沉香 好像我手上这一块的沉香木 正是来自我们香港自己出产的沉香 在古书里面也提到 譬如沙田的匿源 除了还有大量的沉香之外 过往也有一个大的工厂 就是去做这些香的制品 所以也有香粉疗这个名称 就算去到清朝的末年 在洛克报告书里面 其实也都提过 荃湾仍然都是有祭香的磨坊 所以就证明这个地方 其实一直都有很多香的制品 香其实是一种植物的制品 它有药用的价值 也都可以有驱虫 驱温的作用 另外也有一些香品 会用来做制制的 所以在古代的时候 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生活用品 相传 去日在香港 採摘和制造沉香的 都会安排一些年轻的少女去做 所以也有些人叫香港出产的沉香 就叫做女儿香 其实香是可以有几个种类 有一种柏香 是我们最常用的原料 另外是铲香 沉香 香水 另外有一些药材 我们也是叫做香料 基本的香是一枝木粉 粘粉 和一枝香粥 这三种材料 主要可以做出一枝香 比较大量的生产 就是一大堆香粥 湿了水和粘粉 然后喝香粉上去 重复几次 它就一枝香出来 另外一种逐枝逐枝搓出来的 都是很普遍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只不过是近这大概十几年 十几年 机器才开始逐步逐步发展 是普遍的 以前是全人手的 以前香港的人很注重拜神的 早五晚都会装香 而且装的都不少的装香 在二三十年前 这一区西云团区 是很多老嗜好的香口集中地 到今天都没什么多艰难 年轻一辈可能点少了香 可能是居住环境的问题 可能人们注重了环保 觉得有烟就会污染了 除了用来燃点 以获取它的香气 它的药用价值 亦都受人青睐 在刘娟智的一本书里面 它就记载了一个厨房 叫做当沙玉 它就是以沉香为主要的成分 沉香它是一个锂气药 在中药归宿里面 是属于锂气这一类的药物 它具有温中、善行、浅粒、植藕 还有温盛以及平床的作用 沉香鹿药的部位 它主要是含有树枝的木部和根部 搓出粉或者磨成粉来去冲壶 也有个别的它是用树片 那个切成片来厚下 不需要整棵树砍下来的 正因为芽香树稀有 而且需求因切 它的价格也随之提升 酒丝和黑市买卖 应运而生 高品质的沉香产品 每公斤的价值 可以达到一万美金 这样又使不少人 开始投资在沉香制品上 甚至是拥有沉香为阶级 和财富的象征 加上有说法认为 沉香树的树林越大 树枝质素就越高 导致在可持续发展模式下 栽种的沉香树 远远赶不及市场的喝求 作为药院的每千克 有的高品质的达到了三万以上 这个野生植物 它因为资源比较稀缺 所以近几年都有 人工种植的 在同等重量的情况下 野生校园是强的 但是我们临床用药 人工培育的 也是可以选用的 这个药物的量的方面 它有所不同 它就可以达到 同样的功效的 有很多跟沉香功效类似的 比如说木香 沙仁 橙皮 豆蔻 等等都有类似的作用 建代中医也参考了 行政医学的理念 每一个荒 我们都应该有根有据 并不一定说 会得选某一种特定的药物 我们选择的可能还考虑到 这个药物的价格 尽量能够选择药物比较便宜的药物 特别贵重的作为一个首选 那肯定不是 在贪婪的商人和盲目的买家追捧之下 野生牙香树正受到非法砍伐的严重威胁 即使未能结香的幼树 也不能幸免 在其他华南地区的原生地 已经近乎绝职 香港已经是他们的最后淨土 不过由2011年至2019年 本地就有接近七八宗 非法砍伐土沉香的个案 非法砍伐 令牙香树的数量在各地大幅下降 在香港也很难找到它的蹤影 因此 所有品种的香树 已经被列入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瓶藝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受威胁物种 在中国 牙香树属于国家已级保护瓶藝树种 在香港 它也受法例所监管和保护 相比商业价值 牙香树的生态价值更值得关注 有研究发现 牙香树豆好型的种子 像钓丝虫一样 以线状垂钓于胸中 这种独特的形态 可以吸引到一些肉食性的黄蜂捕食 黄蜂受骗后会割断丝线 并将种子带走和浸食 不过 种子上有一层坚硬的外皮 为种子提供保护 黄蜂除后会发现被土尋香欺骗 就会抛弃种子 种子因而可以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树木品种的多样性 也帮助稳定整个本地树林生态 牙香树附有历史和生态价值 因此 加道利隆长期植物园 一直致力保护牙香树 我们为园内的牙香树制作保护罩 以相机实时监控 和定期巡查 来保护园内的牙香树 另一方面 我们正研究非法砍伐 对牙香树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以及培植有较高遗传多样性的牙香树 以制定更合适的保育方案 提高个体在自然环境之下的存活率 除了切物以身事发走私 或者非法砍伐土尋香 市民在山径遇上可疑和隱蔽的标记时 可以协助移除 如果发现有人非法砍伐树木 应该尽快向警方和渔户处举报